二年32歲的黃卓奇是2014年港姐亞軍 距離查無線後轉型做網紅 並將事業重心轉移內地定居廣州 最近他就到海邊拍片 穿上吊帶背心出鏡 進行遷秀身材 今年是黃卓奇北上發展第三年 有網民指他的樣子和之前很大分別 現在的他無論五官輪廓 都比以前更精緻 蘋果機都非常飽滿 完全不像已經年過30歲 不過就有網民嫌棄他的樣子越來越像網紅面 失去了個人辨識度 黃卓奇剛剛轉做網紅時 曾經拍片和網民分享無線不華人知的秘密 令到不少網民肯批他故意抹黑梁家 然行過火 他當時就強調自己並沒有抹黑 說我以為誠實沒錯 但是其實不可以 是不輪到我說